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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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爷是最近有了新歌 对 就是我们哪吒的这个片尾曲 对 就是这个电影的片尾曲 我们现在把广告做到尾 现在隆重的推荐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好 这首歌名字叫 《之后我与自己流浪》 名字很长很难记 然后是给哪吒这部电影配的片尾曲 刚刚有说电影你已经看过了 对电影我已经看过了 超爱对不对 对真的真的好好看 我觉得是近几年最好看的国漫电影 对 评价很高 并且我也是前两天刚看过 真的是太好看了 绝对是2019年最好看的电影之一 对 然后电影你看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里面有一些触动你比较多的地方是哪 我觉得其实都挺触动 它前面就是 它有很多梗在里面 然后也会有很多有意思的部分 然后当后半程进入那个节奏了之后 它又会很深刻 对 很燃 对 我觉得它比起燃来可能更多 因为燃其实是以前所有的这种 就是塑造过哪吒的形象都会有比较燃的部分 那它我觉得它比较深刻的部分是它这部电影里面感情的部分比较厚重 那哪一部分感情 因为它里面有牵到很多情 比如说父子的感情 还有这种这个伟大的友谊 这种和朋友的感情等等 哪一部分感情是比较打动你的 我觉得是这个整体凑在一起会特别的有打动人吧 它其实都是围绕哪吒这个角色 然后出现的这些感情 那它其实是所有的感情配在一起才让哪吒变得有血有肉 今后我与自己流浪 这歌的时候就很像哪吒自己的一个处境 对 对 就是它的这个经历 还有它本人这种遭遇 是的 对 所以歌的哪一部分哪句台词在写的时候说 真的是出动到我了 是最后一句台词 这条路 然后今后我一个人走 就这 这句比较触动我 因为其实大家想啊 哪吒是 大家会觉得他生下来就会讲话 然后他生下来就能打 能斗 但是他其实生下来他也什么都不懂啊 他最后到这个影片结束 他才活了三年而已 所以他的心智还是一个小孩子 但是让一个小孩子在这个时候讲出今后的路 我要一个人走 你说他要经历多少的事情 才能让他有这样的所谓的思想觉悟 对 我觉得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故事 所以你决定在唱一首歌之前 是不是也会去充分地去了解这个故事 也是你的一个创作习惯 我觉得电影配乐它最好的一点 就是它是有一个故事设定的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故事设定 才会有这个作品 所以你通过作品为切入点 去感受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难 我知道你其实喜欢看漫画了对不对 我超级喜欢看漫画的动漫对 对那小的时候在看哪吒这个故事的时候和你在去电影边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它的不一样在哪里 本身这部电影我觉得导演其实他很很感 就是他去颠覆了大家对于哪吒的很多比较固化的定义 但这些改动反而让这个大家印象里面的小神仙啊 然后让他变得更人性化 就是觉得他比起是个神仙 是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人物 变成好像我跟他会觉得很有亲近感 然后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出道已经五年的时间了 这个五年的时间这个专辑筹备的怎么样了 其实就是其实一直是想一年做一张 但是其实做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首先要去收割再就是自己有很多想法 然后把它付出行动还是需要一些比较现实层面的一些条件去配合 你应该有看到粉丝在催你专辑这个事情吗 有啊有啊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确实等了很长时间 但如果最后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等的值得 如果很草草的做出来 他们觉得啊你好像在敷衍我 那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它没有时效性 永远都是作品的一些 这几年好像有看到你比如说参与到作曲和作词的一些部分 是不是也在想着说回头也慢慢的也会往唱作人的方向综合去发展 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愿意尝试着去写 然后愿意尝试着去表达自己 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也无需去逼迫自己 我一定要多么多么高产 我觉得没有必要 关键还是保质 保质比较重要 质量为先 质量为先 其实算起来从好声音到现在已经差不多都是五年的时间了 对五年 五年的时间了 你自己觉得这五年的时间 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可能是越来越懂得怎么去跟自己交流了吧 所有的事情都在一点一点的发生改变 其实你是从比赛结束之后 然后开始正式的进入歌手这个身份 然后你开始去做作品 包括我有了人生的第一张演唱会 然后有人生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然后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会让你心态发生变化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跟自己交流 就是知道自己到底真的真的想要什么 然后真的真的想表达什么 然后你作为一个歌手 到底是把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 然后在这些作品里面 你想传递给听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部分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觉得这五年的时间以来 如果说我们藉由这个机会和你的粉丝说一下的话 你觉得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大家都不容易继续吧 就你们也不容易我也不容易 所以要互相珍惜 最后作为这个片尾曲的这个演唱者 然后隆重地推荐一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好汉的点在哪呢 就是它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电影里面汲取到养分 我觉得这个是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可以在看这个整个两个小时的电影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可以明白一件事情 或者说能让我真的切身地去思考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作品它就是成功了 我觉得当你们在电影院里面到最后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这个时候想起了我唱的片尾曲的时候 你们就会觉得我这个推荐一定是很良心的 我有时候听到我唱的片尾曲的时候哭得就更厉害了 总之看它就对了 看哪吒之魔童降世哭了没有 哭了 好下一个问题说影片中印象最深刻的细节 就是神器都挺厉害的 特别想拥有 就那个猪变的风火轮啊 那个那个金枪啊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哭铃铃 对对对哭铃铃 我都还挺喜欢的 后期请做一个这个特效 请给我第一个那个全绕 然后然后 哪吒全套 好下一个问题说你最喜欢的宠物是什么 喜欢宠物 狗啊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狗 好 好下一个问题说 最喜欢的三道家乡菜 家乡菜 叉烧肉 哦 我爸的蒸螃蟹 米饭 米饭 就是我如果有一顿饭没有米饭的话 我会不会崩溃 我都觉得这顿饭跟没吃一样 最喜欢的店名是谁 我以非 我看你真的发了很多 对 我是发了很多 明里暗里表达对他的爱 是 对你影响最大的歌手是谁 古今中外 一票一票 但是我觉得 在我的事业道路上多影响最大的歌手 我们是娜姐吧 好 恭喜快用快拿了这个成功工作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小考验了 就是要 这个模仿哪吒说三句印象最深刻的台词 你还记得吗 我命由我不由天 是魔是仙 我说了算 我现在还有哪句 我印象很深 他说看山看水 能不能说我还看着裸奔 对 好 是大爷的风格 好 谢谢毕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 真的是这个好 谢谢我们也希望我们这部电影 可以打卖这首歌 可以获得更多人的喜欢 好的 谢谢大家 QQ音乐让生活充满音乐 大家好 我是张毕晨 聆听我的音乐故事 就在月见大牌 打开QQ音乐 关注张毕晨 就能获取我的更多新歌和专访视频啦